新话两岸快乐评 大家好我是李璐 13号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对外宣布 近日将在台湾海峡及南北两端连续组织实战化演练 并且明确指出近来个别大国在涉台问题上消极动向不断 向台独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严重威胁台海地区和平与稳定 上述消息已经发出东部战区在台湾海峡实战演练的话题 随即登上大陆社交媒体热榜阅读量均破亿 话题热度居高不下持续攀升 不到24小时内已经累计了将近3亿的关注度 足以见这一次实战演练的不同寻常和震撼力 同时也体现出大陆网友对于威慑台独 解决台湾问题的关注和期盼 东部战区发布实战演练的消息用了不过200余字 但是信息量极大可谓是字字珠基 罕见威慑台独警告美台 这是相关专家和媒体在解读这一次演习时 使用评次最高的词 事实上解放军在台海地区进行演练 过去很常见 但是这一次不同大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 首先从解放军军演的地点来看 这一次演习区域为在台湾海峡及南北两端 从过去的一段时间来看 解放军同时在上述区域搞演习 似乎并没有 有相关人士分析 在南北两端举行演习 更相当于封锁台湾海峡 颇有瓮中捉鳖的气势 第二点从军演阵容上来看 是多军种多方向呈体系出动兵力 并且点名是为了进一步检验提升多军种联合作战能力 近年来解放军一直在通过各种演习 来提升多军种联合作战能力 所以在这一次的演习当中 使用多军种并不意外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多方向出动兵力 这个含义就很深了 第三点 这一次演习针对的对象 亮剑镇豺狼 东部战区点出是遏制台独分裂势力 针对的豺狼是哪些人 不必多说 没有指名的个别大国 也是不言而喻的 第四点 这一次演习体现解放军强有力的决心和意志 按照东部战区的说法 战区部队将时刻保持高度戒备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回击一切制造台独分裂国家的挑衅行为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这是解放军向台美发出的明确警告 大陆对台军事压力会随着美台勾结的增加而提升 今年以来 国际局势风起云涌 两岸关系也是日趋的复杂研俱 为了谋取各自的政治私利 美台相互勾连动作不断升级 这一次演习已经明确示警 如果台独势力继续误判形势 大陆绝不会听之认之 解放军有能力从台湾海峡的任何方向 对台独势力发起武力打击 从另一方面来看 这一次演习也体现了大陆的克制和理性 一则 这一次演习是由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 而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态 明显属于低调处理 二来相较1996年台海危机时的 海陆空三军弹演习 试射导弹 这一次演习的规模明显小得很多 朋友来了有美酒 豺狼来了有猎枪 接下来就看民进党当局台独势力 能否及时悬崖勒马 要知道 解放军手中的军事选项还有很多 大陆会用实力和决心维护台海和平 两岸一家亲 两岸同胞血浓于水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大陆当然不会轻易动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更不会轻易上了个别大国挑拨离间的当 还是要语重心长的说一句 大陆任何军事动作并不是要在台海炫耀武力 更不是吓唬台湾老百姓 而针对的是与美西方反华势力沆瀣一气的岛内分裂分子的警告 和平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愿望 绝大多数台湾同胞都期盼能够拥有一片安定和谐的生存家园 妄想倚仗某个大国所谓的庇护搞台独绝对是一条不归路 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台湾同胞们 一定会识破岛内分裂分子的政治图谋 与广大大陆同胞携手 保护好祖国这座美丽的宝岛 让他永远不再受到战争的荼毒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吕璐 再会 请不吕璐